富里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上新科代表肖文龙很关心在地农业的发展 针对近年来公所推动的稻米产地认证效率直询 表示成果不如预期并建议公所可以跟在地农会合作 共同来为富里乡的稻米推广发展更为胜利 富里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上新科代表肖文龙很关心在地农业的发展 就针对近几年来公所推动的稻米产地认证效率直询 并表示成果不如预期 也建议公所可以跟在地的农会合作 共同来为富里乡的稻米推广发展更为顺利 因为农会它有推送我们富里的米啊 其他的作物的那个认证 其实当面也卖了很多那么多米 其实你尽早我们会跟大家合作一下 询问一下 它对这个产地认证标章的这个绩效可以做得很好 富里乡公所则回应 未来会与农会合作 目前有在讨论当中 一个米厂它可能有初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意愿 那我们可能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透过跟这个米厂来合作的一个方式 就是一个化妆语言的方式 就是说呼吁我们在地的这些米厂 那可能就是说 看能不能认同这个在地的一个品牌 那再来就是说 前年以前可能就是会定期有做一些 像是展授会啊 或什么之类的活动来提高我们 副理人的一个 就是知名度 另外湘文龙也针对目前公所 现在所有的工程品质把关提出了建议 认为公所建设客 在工程把关要做好监督的工作 不要造成民众的困扰以及担忧 公所有做好才会带给民众安心 接着沟通双副理箱采访报道